能夠把整個移到某一個地方去就好 斑駁的外牆有著歲月的痕跡 有著50年歷史的六福客棧 將在5月底熄燈 未來將拆除改建成酒店式上班 這個是那個俠女 她是六福集團的總裁莊秀石 當年剛畢業就回到家中幫忙 看著客棧從無到有 回想起1970年鋼洞工時 她說當時可是用上最好的材料 磁磚進口的 鋼骨進口的 那時候台灣用鋼骨的很少了 那時候用鐵機 八百的 一棵一棵機 那個是用鋼管 那個鋼管只有台灣有三家用這個材料 一家是我們 一家是國父紀念館 國父紀念館也是用這個 一次可以蓋三層樓 一次可以蓋三層樓 所以用得很好啦 當年莊秀石順著父親 接下六福客棧總經理居位 莊秀石回憶當時 松江路都還沒開發 在客棧可以直接遠眺 松山機場和總統府 前面看得到鍾烈池啊 看得到松山機場 你看有多風況啊 那邊可以看到總統府啊 走進中國傳統特色廂房 紅色的棉窗和大大的喜字 古色古香的擺設裝飾成功地讓六福客棧 在全台打出知名度 六福客棧有好幾年 大概都是全台灣的第一名 大概96、97這樣子的佔用率 不只住房 許多人對於六福客棧的印象 或許來自11樓的金鳳廳港市飲茶 日飲茶剛開的時候 他們是用杯的一個木箱子 這樣子杯著賣的 所以東西也不多 大概也是七八盤而已啊 找來整批的香港師傅 做出道地的口味 裝售時間池 每個禮拜一定要有新的點心出現 經營餐廳很困難 餐廳有一個困難就是 你一個東西吃不好 不好吃了 話馬上就傳出去了 你再怎麼改 改到盡善盡美了 人家不知道 一轉眼50年過去 六福客棧將走入歷史 未來將在原地重建A級上半大樓 以新的面貌出現在松江上圈 但六福客棧的招牌 會永遠存於台北人心中 今日報李一針出例行台北報導 MDT 我心想要回來 VS 你 我心想要回來 馬上